欢迎收看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分析师Cecilia Chen 今天与大家分享的话题是 风险类资产权限上涨 你错过了什么呢 今年上半年以来 全球主要国家都处于加息的进程中 在高利息高通胀的环境下 许多投资者都会表达一种相同的感受 市场不好经济也不好 因此大多都抱着这个想法 没有参与到投资市场里来 但是大家是否知道 上半年全球股指均实现上涨 此外上周各类资产 更是全线开启了强势的单边上涨行情 让我们来一起具体看一下 首先看全球股市在2023年上半年的 整体表现实质上仍然强劲 美股的三大指数是再创今年以来的新高 美股也已经进入技术性的牛市中 在AI的狂潮助攻下 我们上次有特别分享过的 纳指100指数也是创了历史上最大的半年涨幅 而印度、德国、法国股市均创历史新高 日经指数也回到30年前的高点 而上周全球各类风险资产的上涨 更是开启了一轮狂欢 美股三大指数均实现超过2%的州涨幅 科技股为重的纳斯达克100指数 更是上涨3.52% 美股标普500的各个板块 在上周也都实现上涨 Meta和谷歌所在的通信服务涨超3% 非必须消费品也涨超3% 而芯片股所在的IT、工业、材料、房产、医疗、公共事业 也都涨超2% 外汇方面由于美元弱势 非美货币则实现全线上涨 其中瑞郎的涨幅达到3.16% 纽元涨2.61% 加元的涨幅最小0.47% 而澳元对美元全州也实现2.15%的上涨 大宗商品方面 黄金上周也实现州涨幅1.55% 原油则单周涨2.22% 那么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产品 包括黄金、原油、外汇、股票指数以及美股 都是我们GoldMarkets最受客户欢迎的交易品种 上周开启的单边上涨行情 背后的核心逻辑又是什么呢 那么这波上涨最核心的推动因素 其实就是美元的下跌 美元指数上周累计下跌2.26% 跌破100点 目前收于99.826% 仍在100之下 这也是自去年4月美联储开启本轮加息周期以来 美元首次下破100% 很多投资者此时会有一个疑问 今年以来银行爆雷等事件都未能带动美元向下突破100这一关键位置 当时也并没有看到风险资产全线上涨 所以我们深挖一步美元下跌表象的背后的本质是 美国的各项数据显示 美联储即将结束本轮加息周期 并且经济大概率实现软着陆 也就是说美国的这次加息既控制了通胀 但是却又没有伤害经济 这就给了市场极大的信心涌向风险资产 好了 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 如何确定美国利息的后续走向呢 总是说加息尾声 但是仿佛永远还有下一次加息 或者是美联储官员经常态度强硬 放音表示要加息影响风险资产受到扰动 那么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美联储目前的加息预期 上周美国通胀数据回落以后 美联储有相关官员发表了比较偏鹰派的言论 任内永久拥有美联储货币政策会议投票权的 联储理事沃勒称支持今年再加息两次 以便通胀回到目标水平 而目前根据智商所的工具显示 下周美联储的利率会议上 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市场认为是板上钉钉 概率目前达到98.6% 然而进一步看截至到今年年末的市场加息预期 预计7月本次加息后 共有至少两次25个基点加息的概率合计 仅有23.9% 也就是说 虽然美联储自身表示支持今年加息两次 然而市场反应来看 预计本月就是最后一次加息 此外我们还关注到 上周支持美联储继续激进加息的主要官员 政策决策 因此市场也有进一步的理由认为 美联储的政策方向可能这一次出现了转折性的改变 因此整体来说 美国经济数据向好 而且通胀放缓 美联储结束加息的预期是各类风险资产 近期上涨的主要因素 市场的投资情绪已经大幅回升 当然据提到投资品种 投资者们仍需要结合产品特性来防范风险 比如美股及美股指数方面 可以重点关注即将到来的美股财报季 而说回澳洲股市方面 在一开始的全球股市上半年表现图表中 我们也会发现澳股ASX200指数的投资性价比 如果以全球其他的主要股票指数相比 并不高 这是由于中国经济增长疲软 通货紧缩的不利好 对澳大利亚经济面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因此各位投资者交易澳股以外 也可以适当的配置其他投资品种 来丰富我们的资产组合多样性 以获得更好的收益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 不要忘记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加转发 谢谢